三体二 黑暗森林上部面壁者四 妈的 我这是怎么了 罗吉站在空荡荡的宿舍中央对自己说 其实随便写出五万字 用高档铜板纸列印出来 PS一个极其华丽的封面和飞液 用专用装订机装订好 再拿到商场礼品布包装一下 生日那天送给白容不就完了吗 和治愈现在这么深 这时他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双眼湿润了 紧接住他又有了另一个惊奇 壁炉 我他妈的哪来的壁炉 我怎么会想到壁炉 但他很快明白了 他想要的不是壁炉 而是壁炉的火光 那种火光中的女性是最美的 他回忆了一下刚才壁炉前火光中的她 啊不 别再去想她了 这会是一场灾难 睡吧 出乎罗吉的预料 这一夜他并没有梦到她 她睡得很好 感觉单人床是一条漂浮在玫瑰色海洋上的小船 第二天清晨醒来时 他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 觉得自己像一根尘封多年的蜡烛 昨夜被那团风雪中的小火苗点燃了 他兴奋地走在通向教学楼的路上 雪后的天空灰蒙蒙的 但他觉得这比万里晴空更晴朗 路旁的两排白羊没有挂上一点雪 光秃秃地直指寒天淡在他的感觉中 他们比春天时更有生机 罗吉走上讲台 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他又出现了 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 那一片空座位中只有他一个人 与前面的其他学生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他那件洁白的大衣和红色的围巾 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只穿住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 他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低头翻课本 而是再次对他露出那雪后朝阳般的微笑 罗吉紧张起来 心跳加速 不得不从教室的侧门出去 站在阳台上的冷空气中震静了一下 只有两次博士论文答辩时 他出现过这种状态 接下来罗吉在讲课中 尽情地表现出自己 旁征博影 激扬文字 近时的课堂上出现了少有的掌声 他没有跟住鼓掌 只是微笑着对他汗手 下课后 他和他并肩走在那条没有灵音的灵音道上 他能听到他蓝色的靴子踩在雪上的吱吱声 两排冬天的白羊 静静地倾听住他们心中的交谈 你讲得真好 可是我听不太懂 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吧 嗯 不是 你常这样去听别的专业课吗 只是最近几天 常随意走进一间讲课的阶梯教室 去坐一会儿 我刚毕业 就要离开这儿了 突然觉得这儿真好 我挺怕去外面的 以后的三四天里 罗吉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在一起 在旁人看来 他独处的时间多了 喜欢一个人散步 这对于白羊也很好解释 他在构思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他也确实没有骗他 新年之夜 罗吉买了一瓶以前自己从来不喝的红葡萄酒 回到宿舍后 他关上电灯 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点上蜡烛 当三只蜡烛都亮起时 他无声地和他坐在一起 呀 你看 他指着葡萄酒瓶 像孩子般高兴起来 怎么 你到这边看嘛 蜡烛从对面照过来 这酒真好看 镜透了烛光的葡萄酒 确实呈现出一种 只属于梦境的晶莹的深红 像死去的太阳 罗吉说 不要这样想啊 他又露出那种让罗吉心动的真挚 我觉得他像 晚霞的眼睛 你怎么不说是朝霞的眼睛 我更喜欢晚霞 为什么 晚霞消失后 可以看星星 朝霞消失后 就只剩下 只剩下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了 是 是啊 他们谈了很多 什么都谈 在最琐碎的话题上 他们都有共同语言 直到罗吉 把那一瓶晚霞的眼睛 都喝尽肚子为止 罗吉晕呼平地躺在床上 看住茶几上即将燃尽的蜡烛 烛光中的他已经消失了 但罗吉并不担心 只要他愿意 他随时都会出现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罗吉知道这是现实中的敲门声 与他无关 就没有理会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白容 他打开了电灯 像打开了灰色的现实 看了看燃着蜡烛的茶几 然后在罗吉的床头坐下 轻轻叹息了一声说 还好 好什么 罗吉用手挡住刺目的电灯光 你还没有投入到 为他爷准备一只酒杯的程度 罗吉捂住眼睛 没有说话 白容拿开了他的手 注视着他问 他活了 是吗 罗吉点点头 翻身坐了起来 容 我以前总是以为 小说中的人物 是受作者控制的 作者让他是什么样儿 他就是什么样儿 作者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就像上帝对我们一样 错了 白容也站了起来 在屋子里来回走住 现在你知道错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写手 和一个文学家的区别 文学形象的塑造过程 有一个最高状态 在那种状态下 小说中的人物 在文学家的思想中 拥有了生命 文学家无法控制 这些人物 甚至无法预测 他们下一步的行为 只是好奇地跟住他们 像偷窥狂一般 观察他们生活中 最细微的部分 记录下来 就成为了经典 原来文学创作 是一件变态的事 至少从莎士比亚 到巴尔扎克 到托尔斯泰 都是这样 他们创造的那些经典形象 都是这么住 从他们思想的子宫中 生出来的 但现在的这些文学人 已经失去了这种创造力 他们思想中所产生的 都是一些 支离破碎的残片和怪胎 其短暂的生命 表现为 无理性的晦涩的净乱 把这些碎片扫起来 装到袋子里 贴上后现代啦 结构主义啦 象征主义啦 非理性啦 这类标签卖出去 你的意思是 我已经成了经典的文学家 那倒不是 你的思想 只遇了一个形象 而且是最容易的一个 而那些经典文学家 他们在思想中 能催生成百上千个 这样的形象 形成一幅时代的画卷 这可是超人 才能做到的事 不过你能做到这点 也不容易 我本来以为 你做不到的 你做到过吗 也是只有一次 白蓉简单地回答 然后迅速转移画风 搂住罗吉的脖子说 算了 我不要那生日礼物了 你也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好吗 如果这一切继续下去 会怎么样 白蓉盯着罗吉 研究了几秒钟 然后放开了他 笑着摇摇头 我知道晚了 说完拿起床上 自己的包走了 这时 他听见外面有人在 四 三 二 一的倒计时 接着 一直想着音乐的教学楼那边 传来一阵欢笑声 操场上有人在燃放烟花 看看表 罗吉知道这一年的最后一秒刚刚过去 明天放假 我们出去玩好吗 罗吉仰躺在床上问 他知道他已经出现在那个并不存在的壁炉旁了 不带他去吗 他直指仍然半开住的门 一脸天真的问 不 就我们俩 你想去哪 他入神地看住壁炉中跳动的火苗 说 去哪不重要 我觉得人在旅途中 感觉就很美呢 那我们就随便走 走到哪算哪 那样挺好的第二天一走 罗吉开着他那辆雅阁轿车出了校园 向西驶去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 仅仅是因为省去了穿过整个城市的麻烦 他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目的地的出行 所带来的那种美妙的自由 当车外的楼房渐渐稀少 田野开始出现时 罗吉把车窗打开了一条缝 让冬天的冷风吹进些许 他感到他的长发被风吹起 一缕缕聊到他的右面颊上 怪痒痒的 看 那边有山 他指着远方说 今天能见度好 那是太行山 那山的走向会一直与这条公路平行 然后向正面弯过来堵在西方 那时路就会进山 我想我们现在是在 不不 别说在哪 一直到在哪 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 不知道在哪 感觉世界才广阔呢 那好 咱们就努力迷路把罗吉说着 拐上了一条车更少的之路 没多远又随意拐上另一条路 这时 路两边只有连绵不断地广阔田野 覆盖着大片的残雪 有雪和无雪的地方面积差不多 看不到一点绿色 但阳光灿烂 地道的北方景色罗吉说 我第一次觉得 没有绿色的大地也能很好看的 绿色就埋在这田地里 等早春的时候 还很冷呢 东小麦就会出苗 那时这里就是一片绿色了 你想想 这么广阔的一片 不需要绿色吗 现在真的就很好看 你看 大地像不像一只在太阳下睡觉的大奶妞 什么 罗吉惊奇地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看两侧车窗外 那片片残雪点缀的大地 真的有些想 我说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秋天 为什么不是春天 春天 好多感觉挤到一块 累人呢 秋天多好 罗吉停了车 和她下车来到田边 看住几只喜鹊在地里觅食 直到他们走得很近了 他们才飞到远处的树上 接着 他们下到一条几乎前河的河床里 只在河床中央有一条窄窄的水流 但毕竟是一条北方的河 他们拾起河床里冰冷的小卵石 向河里扔 看住浑黄的水 从薄冰上被砸开的洞中涌出 他们路过了一个小镇 在集市上逛了不少时间 他蹲在一处卖金鱼的地摊前不走 那些在玻璃园鱼缸中的金鱼 在阳光下像一片流动的火焰 买了两条 连水装在塑胶袋里放在车的后座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 并没有找到乡村的感觉 房子院子都很新 有好几家门口停着汽车 水泥面的路也很宽 人们的衣着和城市里差不多 有几个女孩子穿得还很时尚 连街上的狗都是和城市里一样的 长毛短腿的寄生虫 但村头那的大戏台很有趣 他们惊叹这么小的一个村子 竟搭了这么高大的戏台 戏台上是空的 罗吉费了好大劲爬上去 面对着下面他这一个观众 唱了一首山楂树 中午 他们在另一个小镇吃了饭 这里的饭菜味道和城市里也差不多 就是给的分量几乎多了一倍 饭后 在镇政府前的一个长椅上 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中 昏昏欲睡地坐了一会儿 又开车性马油浆地驶去 不知不觉 他们发现路径山了 这里的山形状平淡无奇 没有深谷悬崖 直被平级 只有灰色盐缝中的枯草和金条丛 几亿年间 这些站累了的山躺了下来 在阳光和时间中沉于平和 也使得行走在其中的人们 感到自己变得和这山一样懒散 这里的山像坐在村头晒太阳的老头儿们 他说 但他们路过的几个村子里 都没有见到那样的老头儿 没有谁比这里的山更悠闲 不止一次 车被横过公路的羊群挡住了 路边也出现了他们想象中 应该是那样的村子 有窑洞和柿子树 核桃树 石器的平房顶上 高高地躲住以脱离的玉米芯 狗也变得又大又凶了 他们在山间走走停停 不知不觉消磨了一个下午 太阳西下 公路早早引在阴影中了 罗吉开车沿住一条坑洼的土路 爬上了一道仍被夕阳映照的 高高的山脊 他们决定把这里作为旅行的终点 看太阳落下后就回返 他的长发在晚风中清阳 仿佛在极力抓住夕阳的 最后一缕金灰 车缸回公路上就抛锚了 后轮轴坏了 只能打电话叫维修救援 罗吉等了好一会儿 才从一辆路过的小卡车司机那里 打听到这是什么地方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这里手机有信号 维修站的人听完他说的地名后 说维修车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才能到那里 热落后 山里的气温很快降下来 当周围的一切开始在暮色中模糊时 罗吉从附近的梯田里 收集了一大堆玉米接杆 升起了一堆火 真暖和 真好 他看着火 像那一夜在壁炉前那样高兴起来 罗吉也再一次被火光中的他迷住了 他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所淹没 感觉自己和这篝火一样 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他带来温暖 这里有狼吗 他看看周围越来越浓的黑暗问 没有 这是华北 是内地 仅仅是看住荒凉 其实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你看就这条路 平均两分钟就有一辆车通过 我希望你说有狼的 他甜甜的笑着 看住大群的火星 向夜空中的星星飞去 好吧 有狼 但有我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话 在火边默默的坐住 不时把一把接杆放进火堆中 维持着他的燃烧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罗吉的手机响了 是白蓉打来的 和他在一起吗 白蓉轻轻地问 不 我一个人 罗吉说着抬头看看 他没有骗谁 自己真的是一个人 在太行山中的一条公路边的一堆篝火旁 周围只有火光中若隐若现的山石 头上只有满天的繁星 我知道你是一个人 但你和他在一起 是罗吉低声说 再向旁边看 他正在把接杆放进火中 他的微笑同窜起的火苗一起 始周围亮了起来 现在你应该相信 我写在小说中的那种爱情是存在的吧 是 我信了 罗吉说完这四个字 立刻意识到自己和白蓉之间的距离 也真的有实际的这么远了 他们沉默两久 这期间 细弱油丝的电波穿过夜中的群衫 维系住他们最后的联系 你也有这样一个他 是吗 罗吉问道 是 很早的是了 他现在在哪 罗吉听到白蓉轻笑了一声 还能在哪 罗吉也笑了笑 是啊 还能在哪 好了 早些睡吧 再见 白蓉说完挂断了电话 那跨越漫漫黑夜的细思中断了 思两端的人都有些悲哀 但也仅此而已 外面太冷了 你到车里去睡好吗 罗吉对他说 他轻轻摇摇头 我要和你在这儿 你喜欢伙伴的我 是吗 从石家庄赶来的维修车 半夜才到 那两个师傅 看到坐在篝火边的罗吉 很是吃惊 先生 你可真惊动啊 引擎又没坏 到车里去开着空调 不比这么重猛火 车修好后 罗吉立刻全速向回开 在夜色中冲出群山 再次回到大平原上 清晨时 他到达石家庄 回到北京时 已是上午十点了 罗吉没有回学校 开着车 静止去看心理医生 你可能需要一些调整 但没什么大事 听完罗吉的漫长叙述后 医生对他说 没什么大事 罗吉瞪大了 满是血丝的双眼 我疯狂地爱上了 自己构思的小说中的 一个虚构人物 和他一起生活 同他出游 甚至于就要因他 和自己真实的女朋友 分手了 你还说没什么大事 医生宽容地笑笑 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最深的爱 给了一个幻影 你是不是以为 别人所爱的对象 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有什么疑问吗 不是的 大部分人的爱情物件 也只是存在于 自己的想象之中 他们所爱的 并不是现实中的塌塌 而只是想象中的塌塌 现实中的塌塌 只是他们创造 梦中情人的一个范本 他们迟早会发现 梦中情人与范本之间的差异 如果适应这种差异 他们就会走到一起 无法适应就分开 就这么简单 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 你不需要范本 这难道不是一种病态 只是像你的女朋友 所指出的那样 你有很高的文学天赋 如果把这种天赋 称为病态也可以 可想象力达到这种程度 也太过分了吧 想象力没有什么过分的 特别是对爱的想象 那我以后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忘掉它 不可能 你不可能忘掉它 不要去做那种努力 那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甚至真的导致精神障碍 顺其自然就行了 我再强调一遍 不要去做忘掉它的努力 没有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对你生活的影响 会越来越小的 其实你很幸运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能爱就很幸运了 这就是罗吉最投入的 一次爱情经历 而这种爱一个男人 一生只有一次的 以后 罗吉又开始了 他那漫不经心的生活 就像他们一同出行时 开着的雅阁车 走到哪儿算哪儿 正如那个心理医生所说 他对他的生活的影响 越来越小了 当他与一个真实的女性 在一起时 他就不会出现 到后来 即使他独处 他也很少出现了 但罗吉知道 自己心灵中最僻静的疆土 已经属于他了 他将在那里伴随他一生 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他所在的世界 那是一片宁静的雪原 那里的天空 永远有银色的星星和弯跃 但雪也在不停地下住 雪原像白砂糖般 洁白平润 静得仿佛能听到 雪花落在上面的声音 他就在雪原上 一间精致的小木屋中 这个罗吉 用自己思想的肋骨 造出的夏娃 坐在古老的壁炉前 静静地看着跳动的火焰 现在 在这凶险莫测的航程中 孤独的罗吉 想让他来陪伴 想和他一起猜测 航程的尽头有什么 但他没有出现 在心灵的远方 罗吉看到他 仍静静地坐在壁炉前 他不会感到寂寞 因为知道自己的世界 坐落于何处 罗吉伸手去拿床头的药瓶 想吃一片安眠药 强迫自己入睡 就在他的手指 接出药瓶前的一刹那 药瓶从床头柜上飞了起来 同时飞起来的 还有罗吉扔在椅子上的衣服 他们直上天花板 在那里待了两秒钟后 又落了下来 罗吉感到自己的身体 也离开了床面 但由于睡袋的固定 没有飞起来 在药瓶和衣服落下后 罗吉也感到自己 重重地落回床面 有那么几秒钟 他的身体感觉被重物所压 动弹不得 这突然的失重和超重 令他头晕目眩 但这现象 持续了不到十秒钟 很快一切恢复正常 罗吉听到了门外脚步 踏在地毯上的沙沙声 有好几个人在走动 门开了 史强探紧头来 罗吉 没事吧 听到罗吉回答没事 他就没有进来 把门关上了 罗吉听到了 门外滴滴的对话声 好像是护航交接 时出的一点误会 没什么事的 刚才上级来电话 又说了什么 这是史强的声音 说是一个半小时后 护航编队要空中加油 让我们不要惊慌 计划上没提着茬啊 嗨 别提了 就刚才乱那一下子 有七架护航机把副油箱抛了 尖机机在进入空中格斗状态时 要抛弃副油箱减轻重量 干嘛这么一斤一砸的 算了 你们去睡一会儿吧 别弄得太紧张 现在这状态 哪能睡啊 留个人守着就行了 都这么耗着能干啥 不管上面怎么强调重要性 对安全保卫工作 我有自己的看法 只要该想的想到了 该做的做到了 整个过程中要真发生什么 那也随他去 谁也没办法 对不对 别竟跟自个儿过不去 听到了护航交接这个词 逻辑叹起身 打开了弦窗的隔板向外看 仍是云海茫茫 月亮已在夜空中斜向天边 他看到了尖机机编队的尾迹 现在已经增加到六根 他仔细看了看尾迹顶端 那六架小小的飞机 发现他们的形状 与前面看到的那四架不一样 卧室的门又开了 史强探进来半个身子 对罗吉说 罗兄 一点小问题 别担心 往后没啥了 继续睡吧 还有时间睡吗 都飞了几个小时了 还得飞几个小时 你就睡吧 史强说完关上门走了 罗吉翻身下床 拾起药瓶 发现大使真仔细 里面只有一片药 他把药吃了 看住闲窗下面的那盏小红灯 把他想象成壁炉的火光 渐渐睡着了 当史强把罗吉叫醒时 他已经无梦地睡了六个多小时 感觉很不错 快到了 起来准备准备 把罗吉到卫生间洗漱了一下 然后回到办公室 简单地吃了早饭 就感觉到飞机开始下降 十多分钟后 这架飞行了15小时的砖机 平稳地降落了 史强让罗吉在办公室等住 自己出去了 很快 他带了一个人进来 欧洲面孔 个子很高 衣着整洁 像是一位高级官员 是罗吉博士吗 那位官员看住罗吉 小心地问 发现史强的英语障碍后 他就用很生硬的汉语 又问了一遍 他是罗吉大使回答 然后向罗吉简单地介绍说 这位是坎特先生 是来迎接你的很荣幸 坎特威威鞠躬说 在握手时 罗吉感觉这人十分老成 把一切都隐藏在 彬彬有礼之中 但他的目光 还是把隐藏的东西 透露出来 罗吉对那种目光 感到很迷惑 想看魔鬼 也想看天使 想看一枚核弹 也想看同样大的一块宝石 在那目光 所传达的复杂资讯中 罗吉能辨别出来的 只有一样 这一时刻 对这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 坎特对史强说 你们做得很好 你们的环节是最简洁的 其他人在来的过程中 多少都有些麻烦 我们是照上级之事 一直遵循着最大限度 减少环节的原则 史强说 这绝对正确 在目前条件下 减少环节就是最大的安全 往后我们也遵循这一原则 我们直接前往会场 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一小时后 时间卡得这么紧 会议时间是根据最后人选到达的时间 临时安排的 这样是比较好 那么 我们可以交接了吗 不 这一位的安全仍然由你们负责 我说过 你们是做得最好的 史强沉默了两秒钟 看了看逻辑 点点头说 前两天来熟悉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人员在行动上遇到很多麻烦 我保证这事以后不会发生了 本地警方和军方会全力配合你们的 那么 坎特看了看两人说 我们可以走了 逻辑走出舱门时 看到外面仍是黑夜 想到起飞时的时间 他由此可以大概知道自己处于地球上的什么位置了 雾很大 灯光在雾中照出一片昏黄 眼前的一切似乎是起飞时情景的重演 空中有巡逻的直升机 在雾中只能隐约看到亮灯的影子 飞机周围很快围上了一圈军车和士兵 他们都面朝周边 几名拿着不化剂的军官聚成一堆商量着什么 不时抬头朝闲踢这边看看 罗吉听到上方传来一阵让人头皮发炸的轰鸣声 连稳重的坎特都无其耳朵 抬头一看 正见一排模糊的亮点从低空飞速掠过 是护航的尖机机编队 他们仍在上方盘旋 尾机在空中滑出了一个在雾里也隐约可见的大圆圈 仿佛一个宇宙巨人用粉笔对世界的这块进行了标注 罗吉他们一行四人登上了一辆 等在闲踢尽头的显然也经过防弹加固的轿车 车很快开了 车窗的窗帘都拉上了 但从外面的灯光判断 罗吉知道他们也是夹在一个车队中间的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 罗吉知道他正在走向那个最后的位置 感觉中这段路很长 其实只走了四十多分钟 当坎特说已经到达时 罗吉注意到了透过车窗的帘子看到的一个形状 由于那个东西后面建筑物的一片均匀的灯光 他的剪影才能透过窗帘被看到 罗吉不会认错那东西的 因为他的形状太鲜明也太特殊了 那是一把巨大的左轮手枪 但枪管被打了得架 除非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的雕塑 罗吉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一下车 罗吉就被一群人围起来 这些人都像是保卫人员 他们身材高大 相当一部分在这夜里也戴着墨镜 罗吉没能看清周围的环境 被这些人簇拥住向前走 在他们有力的围挤下 双脚几乎离地 周围是一片沉默 只有众人脚步的沙沙声 就在这种诡异的紧张气氛 令罗吉的神经几乎崩溃之际 他前面的几名大汉让开了 眼前豁然一亮 接着其余的人也停住了脚步 只让他和史强 坎特三人继续前行 他们行走在一间安静的大厅中 这里很空荡 仅有的人是几名拿着布画机的黑衣警卫 他们没走过一人 那人就在布画机上低声说一句 三人经过了一个悬空的阳台 迎面看到一张色彩斑斓的玻璃板 上面充满了纷繁的线条 有变形的人和动物形象夹杂在线条之中 向右拐 他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房间 坎特在关上门后 与史强相视一笑 两人一副如是重负的样子 罗吉四下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是个多少有些怪异的房间 他镜头的一面墙 被一幅由黄白蓝黑四色几何形状构成的抽象化战板 这些形状相互间随意交叠 并共同悬浮于一片类似于海洋的纯蓝色之上 最奇怪的是房间中央一块成长方体的大石头 被几盏光线不亮的聚光灯照住 仔细看看石头上有铁锈色的纹路 抽象画和方石是这里仅有的两件摆设 除此之外 小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罗吉博士 你是不是需要换件衣服 坎特用英语问罗吉 他说什么 石强问 罗吉将坎特的话翻译后 石强坚决地摇摇头 不行就穿这件 这毕竟是正式场合坎特用汉语艰难地说 不行石强再次摇头 会场不对媒体开放 只有各国代表 应该比较安全的 我说不行 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现在他的安全是我负责吧 好吧 这都是小问题坎特妥协了 你总得对他大概交代一下吧 石强向罗吉偏了一下头说 我没被授权交代任何事情 随便说些什么吧 石强笑笑说 坎特转向罗吉 脸色一下子紧张凝重起来 甚至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带 罗吉这时才意识到 在这之前 他一直避免和自己对视 他还发现 石强这时也像变了一个人 他那无时不在的调侃的傻笑不见了 代之以一脸庄严 并以他少见的姿势力正站住 看住坎特 这时罗吉知道 大师以前说的是真话 他真的不知道 送罗吉来干什么 坎特说 罗吉博士 我能说的只是 您即将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要公布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 在会议上 您什么都不需要做 然后三人都沉默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 罗吉能清楚地听到 自己心跳的声音 以后他才知道 这个房间就叫莫斯市 那块重六吨的石头 是高纯度生铁矿石 用以象征永恒和力量 是瑞典赠送的礼物 但现在 罗吉不想莫斯 而是努力做到什么都不想 因为现在 真的可以相信 大师说过的话 怎么想都会想歪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开始 鼠纳夫抽象画上 几何形状的数量 门开了 有一个人探镜头来 对坎特示意了一下 后者转向罗吉和史强 该进去了 罗吉博士没有人认识 我和他一起进去就可以 这样不会引起什么骚动 史强点点头 对罗吉挥手笑笑说 我在外面等你 罗吉心里一热 这一时刻 大使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接着 罗吉随着坎特走出莫斯市 进入联合国大会堂 会议大厅中已经坐满了人 响着一片嗡嗡的说话声 坎特带着罗吉沿坐间的通道向前走 一开始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直到他们走得太靠前了 才使得几个人转头看了看 坎特安排罗吉在第五排 靠通道的座位上坐下 自己继续向前走去 在第二排的边缘坐下了 罗吉抬头打量着这个 他曾在电视上看到过无数次的地方 感觉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建筑设计者要表达的意向 正前方那面高高的 镶着联合国徽章的黄色大臂 作为主席台的背景 以小于90度的角度向前倾斜住 向一面随时都可能倾倒的悬崖绝壁 会堂的穹顶建成星空的样子 但结构与下面的黄色大臂是分离的 丝毫没有增加后者的恒定感 反而从高处产生一种巨大的压力 加剧了大臂的不稳定 整个环境给人一种随时都可能轻浮的压迫感 现在看来 这一切简直就是上世纪中叶设计这里的那11位建筑师 对人类今日处境的绝妙预测 罗吉把目光从远处收回 听到了临座两人的对话 他们的英语都很地道 搞不清国籍 你真的相信个人对历史的作用 除非时间重新开始 让我们杀掉几个伟人 再看看历史将怎么走 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 那些大人物筑起的堤坝和挖出的河道 真的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但还有一种可能 你所说的大人物们 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游泳的运动员 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 赢得了贺彩和名誉 并因此名传轻视 但与长河的流向无关 哎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想这些还有意思吗 问题是在整个的决策进程中 始终没有人从这个层面上思考问题 各国都纠缠在 诸如人选平衡资源使用权力这类事情上 会场安静下来 联合国秘书长萨伊正在走上主席台 她是继阿基诺夫人 阿罗约之后 菲律宾贡献给世界的第三个美女政治家 也是在这个职位上危机前后 跨越两个时代的一位 只是如果晚些投票 她肯定不会当选 当人类面临三体危机之际 她的亚洲淑女形象 显然不具有世界所期望的力量感 现在 她那娇小的身躯 处于身后江青的绝壁下 显得格外弱小和无助 在萨伊走上主席台的中途 坎特起身拦住了她 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秘书长向下看了一眼 点点头 继续走上主席台 逻辑可以肯定 她看的是自己做的方位 主席台上 秘书长环顾会场后说 行星防御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现在进入最后一程 公布最后入选的面壁者名单 并宣布面壁计划开始 在进入正式一程之前 我认为有必要对面壁计划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三体危机出现之际 原案理会各常任理事国 就进行了紧急磋商 并提出了面壁计划的最初设想 各国都注意到以下事实 在最初两个质子出现之后 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更多的质子正在不断地 到达太阳系 进入地球 这个过程到现在 仍在持续中 所以 对于敌人而言 现在的地球 已经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 对于他们 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像一本摊开的书那样 随时可攻阅读 人类已无任何秘密可言 目前 国际社会 已经启动的主流防御计划 无论是其总体战略思想 还是最微小的技术和军事细节 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 在所有的会议室中 所有的当柜里 所有的电脑硬碟和记忆体中 质子的眼睛无处不在 一项计划 一个方案 一次部署 不论大小 当他们在地球上出现之际 同时就会在四光年之外的 敌统帅部显示出来 人类内部任何形式的交流 都会导致泄密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战略和战术计谋的水准 并不是与技术进步成正比的 已经有确切情报证明 三体人是用透明的思维 直接进行交流 这就使得他们在计谋 伪装和欺骗方面是十分低能的 这也使得人类文明 对敌人拥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优势 所以 面壁计划的创始者们认为 在主流防御计划之外 应该平行地进行另外数项战略计划 这些计划对敌人是不透明的 是秘密 最初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案 但最后确定只有面壁计划是可行的 应该纠正前面说过的一点 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是有秘密的 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质子可以听懂人类语言 可以超高速阅读印刷文字 和各种电脑介质存住的资讯 但他们不能读出人的思维 所以 只要不与外界交流 每个人对质子都是永恒的秘密 这就是面壁计划的基础 面壁计划的核心 就是选定一批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思维 制定战略计划 不与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计划的真实战略思想 完成的步骤和最后目的 都只藏在他们的大脑中 我们称他们为面壁者 这个古代东方民私者的名称 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特点 在领导这些战略计划执行的过程中 面壁者对外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 应该是完全的假象 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伪装 误导和欺骗 面壁者所要误导和欺骗的 是包括敌方和己方在内的整个世界 最终建立起一个扑朔迷离的巨大的假象迷宫 使敌人在这个迷宫中丧失正确的判断 尽可能地推迟其判明 我方真实战略意图的时间 面壁者将被授予很高的权利 使他们能够调集和使用地球已有的战争资源中的一部分 在战略计划的执行过程中 面壁者不必对自己的行为和命令做出任何解释 不管这种行为是多么不可理解 面壁者的行为将由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进行监督和控制 这也是唯一有权根据联合国面壁法案 最后否决面壁者指令的机构 为了保证面壁计划的连续性 所有面壁者将借助冬眠技术跨越时间 一直到达最后决战的时代 这期间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苏醒 每次苏醒期有多长时间 均由面壁者自行决定 在以后的四个世纪的时间里 联合国面壁法案将作为一项与联合国宪章同等地位的国际法存在 它将与各国制定的相应法律一起 保证面壁者战略计划的执行面壁者所承担的 将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使命 他们是真正的独行者 将对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 彻底关闭自己的心灵 他们所能倾诉和交流的 他们在精神上唯一的依靠 只有他们自己 他们将肩负着这伟大的使命 孤独地走过漫长的岁月 在这里 让我代表人类社会 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下面 我将以联合国的名义 公布由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 最后选定的四位面壁者 罗吉被秘书长的讲话深深吸引了 同所有与会者一样 他屏住呼吸等待住名单的公布 想知道将是什么人 承担这不可思议的使命 一时间他把自己的命运 完全抛在脑后 因为与这历史性的时刻相比 自己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位面壁者 弗里德里克泰勒 秘书长的话音刚落 泰勒从第一排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乏从容地走上主席台 目无表情地面对会场 没有掌声 所有人只是在一片寂静中 把目光聚焦到第一面壁者身上 泰勒身材瘦长 戴着宽宽眼镜 这个形象早以为全世界熟悉 他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 是一个对美国国家战略 产生深刻影响的人 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 一本名叫技术的真相的著作中 泰勒认为 技术的最终受益者将是小国家 大国不遗余力发展技术 实际上是为小国通向世界霸权 扑下基石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国所拥有的人口和资源优势 将不再重要 而技术对小国而言 是一个可能撬动地球的杠杆 核技术的后果之一 就是使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小国 有可能对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国 产生实质性威胁 而在核技术出现之前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泰勒的一个重要论点是 大国的优势 其实只有在低技术时代 才是真正的优势 技术的飞速发展 最终将削弱大国的优势 同时提升小国的战略分量 有可能使得某些小国突然崛起 像当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 取得世界霸权 泰勒的思想 无疑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 提供了理论基础 泰勒不仅是一个战略理论家 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 他在处理多次重大危机时 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远见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所以 无论在思想的深度 还是领导的能力上 泰勒作为面壁者 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位面壁者 曼努尔雷迪亚兹 当这个棕色皮肤 体型粗壮 目光倔强的南美人 登上主席台时 罗吉很是吃惊 这人现在能出现在联合国 已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了 但在一想 罗吉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 甚至奇怪自己刚才 怎么没想到他 雷迪亚兹是委内瑞拉现任总统 他领导自己的国家 对泰勒的小国崛起理论 进行了完美的证实 作为乌格查维斯的继承者 雷迪亚兹继续由前者 在1999年开始的 玻利瓦尔革命 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 已成为王道的今日事件 在委内瑞拉推行查维斯 所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 在吸取了上世纪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 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使国家各个领域的实力 迅速提升 一时间 委内瑞拉成了世界瞩目的 象征住平等公正 和繁荣的山巅之城 南美洲各个国家纷纷效仿 一时间 社会主义在南美 已成燎原之势 雷迪亚兹不仅继承了 查维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也继承了后者 强烈的反美倾向 这使美国意识到 如果在任期发展 自己的拉丁美洲后院 有可能变成第二个苏联 在一次因意外和误会 产生的千载难逢的 借口出现时 美国立刻发动了 对委内瑞拉的全面入侵 企图依照伊拉克模式 彻底推翻雷迪亚兹政府 但这次战争 终止了自冷战结束以来 西方大国 对第三世界小国的 战无不胜的势头 当美军进入委内瑞拉之际 发现这个国家 穿军装的军队 已经消失了 整个陆军 被拆分成了 一般为单位的游击小组 全部潜伏于民间 以杀伤敌军有胜力量 为唯一的作战目标 雷迪亚兹的基本作战思想 建立在这样一个 明确的理念之上 现代高技术武器 主要使用于 对付集中式的 点撞目标的 对于面积目标 他们的效能 并不比传统武器高 加上造价和数量的限制 基本上难以发挥作用 雷迪亚兹 还是一名少花钱 利用高技术的天才 在本世纪初 曾有一名澳大利亚工程师 出于引起大众 对恐怖分子的警惕的目的 仅花了5000美元 就造出了一枚巡航导弹 到了雷迪亚兹那里 批量生产 使其造价降到了3000美元 共生产了20万枚 这样的巡航导弹 装备那几千个游击小组 这些导弹使用的部件 虽然都是市场上 便宜的大陆货 但五脏俱全 具备侧高雷达 和全球定位功能 在五公里的范围内 命中精度不超过五米 在整个战争中 虽然只有不到 十分之一的导弹 命中了目标 但也给敌人 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雷迪亚兹还在战争中 大量使用其他一些 可以大批量生产的 高科技小玩意儿 如装有近战隐性的 狙击步枪子弹等等 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美军在委内瑞拉战争中的伤亡 在短时间内 就达到了越战的水准 只得以惨败退出 雷迪亚兹也因此成为 21世纪已若胜强的英雄 第三位面壁者 比尔西恩斯 一位温文尔雅的英国人 走上主席台 与泰勒的冷漠 和雷迪亚兹的倔强相比 他显得彬彬有礼 很有风度地向会场致意 这也是一个 为世界所熟悉的人 西恩斯的人生 分成精卫分明的两个阶段 在作为科学家的阶段 他是历史上唯一一名 因同一项发现 同时获得两个不同学科 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 在他和脑科学家 珊珊惠子 共同进行的研究中发现 大脑的思维和记忆活动 是在量子层面上进行的 而不是如以前认为的那样 是一种分子层面的活动 这项发现把大脑机制 在物质微观层次上 向下推了一击 也使得之前脑科学的 所有研究成为 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 这项发现也证明 动物大脑的资讯处理能力 比以前想象的 还要高几个数量级 因而使得 一直有人猜测的 大脑全息结构 一种猜测中的 大脑资讯注存方式 能通过大脑的人一局部 恢复他所注存的全部资讯 成为可能 西恩斯因此获得物理学 和生理学两项诺贝尔奖提名 但由于这项发现太具革命性 这两个奖项他都没得到 道士这时已经成为 他的妻子的珊珊惠子 应该向理论在治疗 失忆症和精神疾病方面的 具体应用而获得 该年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西恩斯人生的第二阶段 是作为政治家 曾任过一届欧盟主席 历史两年半 西恩斯是一名公认的 稳重老练的政治家 但他在任时 并没有遇到很多的挑战 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 同时从欧盟的工作性质来说 更多从事的是 事务性的协调工作 对于面对超级危机的资历 他与前两位相比 相差甚远 但西恩斯的人选 显然是考虑了 他在科学和政治上的综合素质 而把这两者 如此完美结合的人 确实不多见 此时 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座位上 世界脑科学权威 珊珊惠子 正含情默默地 看住主席台上的丈夫 会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公布最后一位面壁者 前三位面壁者 泰勒 雷迪亚兹 西恩斯 是美国 第三世界和欧洲 三方政治力量平衡和妥协的结果 最后一位则格外引人注目 看住萨伊再次把目光 移到资料家里的那张纸上 罗吉的头脑中 飞快地闪过一个个 举世瞩目的名字 最后一位面壁者 应该在这些中间产生 他的目光略过四排座位 扫视着第一排的那些背影 前三位面壁者 都是从那里走上主席台的 从背影 他看不出自己想到的那些人中 是否有人在座 但第四位面壁者 肯定就坐在那里 萨伊缓缓抬起了他的右手 罗吉的目光 跟住那只手一动 发现他并没有指向第一排 萨伊的手指向了他 第四位面壁者 罗吉 啊 我的哈勃 亚伯特林格双手合十喊道 他两眼饮满的泪水 映照着远方凸现的 那团耀眼的巨艳 轰鸣声几秒钟后 才传过来 本来 他与身后这群 发出欢呼的天文学 和物理学同事们 应该在更近的 贵宾看台上 看发射的 但那个狗娘养的 纳斯官员说 他们没资格去那了 因为这即将上天的东西 已经不属于他们 然后那人转向 那群军服鼻挺的将军们 向狗式的献魅柱 领他们通过港哨 走向看台 林格和同事们 只好来到这个 远得多的地方 与发射点 隔着一个湖泊 这里有一个 上世纪就立好的 很大的倒计式牌 向公众开放 但现在是深夜 除了科学家们外 看的人也没几个 从这个距离上看 发射的景象 很像日出的快镜头 火箭上升后 聚光探照灯 并没有跟上 所以巨大的舰体 看不太清 只见到那团烈焰 隐藏在夜色中的世界 突然在它那 壮丽的光芒中显现 本来如墨水般 黑乎乎的湖面上 荡漾着一片灿烂的金波 仿佛湖水被那烈焰点燃了 他们看住火箭上升 当它穿过薄云时 半个天空都变成了梦幻里 才能见到的那种红色 然后 它消失在佛罗里达的夜空中 它带来的短暂黎明 也被漫长的黑夜所吞噬 哈勃二号空间望远镜 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第二代 它的直径 由后者的4.27米 扩大到21米 习观测能力提高了50倍 采用了镜片组合技术 把在地面制造的镜片元件 在空间轨道上装配成整镜 要把整组镜片送入太空 需进行十一发射 这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 哈勃二号在国际空间站附近的装配 已接近完成 两个月后 它就可以把自己的视野 指向宇宙深处 你们这群强盗 又夺走了一件美好的东西 灵格对旁边那位身材高大的男人说 他是在场的人中 唯一没有被这景象打动的 这类发射他见得多了 整个过程中 他只是靠在倒计时排上抽烟 乔治斐兹罗 是哈勃二号空间望远镜 被征用后的军方代表 由于他大多数时间穿住便服 灵格不知道他的军衔 也从没称他为先生 对强盗直呼齐名就行了 不是 战时军方有权征用一切民用设施 再说 你们这些人并没有给哈勃二号 研磨一块镜片组件 设计一颗罗钉 你们都是些坐享其成的人 要抱怨也轮不到你们 匪自罗打了个哈欠说 应付这帮书呆子 真是件苦差事 可没有我们 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民用设施 他能看到宇宙的边缘 而你们这些鼠目寸功之辈 只打算用他盯着最近的恒星看 我说过 这是战时 保卫全人类的战争 就算凝忘了自己是美国人 至少还记得自己是人 把灵格哼着点点头 然后又叹息住摇摇头 可是你们希望用哈勃二号 看到什么呢 你肯定知道 他根本不可能观察到 三体行星 匪自罗探口气说 现在更糟的是 公众甚至认为 哈勃二号能看到三体舰队 很好灵格说 他的脸在夜色中模糊不清 但匪自罗能感觉到 他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像空气中正在充满了 某种刺鼻的味道一样 使他难受 这味道是风从发射架 那边吹过来的 不是 你应该知道这事的后果 如果公众对哈勃二号 抱有这样的期望 那他们很可能 要等到亲眼看见 三体舰队的照片后 才真正相信敌人的存在 你认为这很好 你们没有向公众解释过吗 当然解释过 为此开了四次记者招待会 我反复说明 虽然哈勃二号空间望远镜的观察能力 是现有的最大望远镜的几十倍 但他绝对不可能看到三体舰队 他们太小了 从太阳系观测宇宙中 另一颗恒星的卫星 就像从美国西海岸观察东海岸 一盏台灯旁的一只蚊子 而三体舰队只有蚊子腿上的细菌那么大 我把事情说得够清楚了吧 够清楚了 但公众就愿意那么想 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在这个位置已经时间不短了 还没看到有哪一项重大的太空计划 没被他们想歪的 我早说过 在太空计划方面 军方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誉 但他们愿意相信你 他们不是称你为第二个卡尔萨根吗 你那几本宇宙学科普书可赚了不少钱 请出来帮帮忙吧 这是军方的意思 我正式转达了 我们是不是私下里谈谈条件 没什么条件 你是在进一个美国公民 不 地球公民的责任把分配给我的观测时间再多一些 要求不高 比例提到五分之一怎么样 现在的八分之一比例已经不错了 谁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保证这个比例 匪自罗挥手直指发射架方向的远方 火箭留下的烟雾正在散开 在夜空中涂出脏兮兮的一片 被地面发射架上的灯光一照 像牛仔裤上的奶渍 那骨子难闻的味道更重了 火箭手机使用叶氢和叶氧燃料 应该不会有味道 可能是燕流把发射架下 导流槽附近的什么东西烧了 匪自罗接着说 我告诉你 这一切肯定会越来越糟的 罗吉赶到主席台上倾斜的悬崖 向他压下来 意识将在那里 会场里鸦雀无声 直到他后面滴滴地响起一个声音 罗吉博士 请他才木然地站起来 迈着机械的步子 向主席台上走去 在这段短短的路上 罗吉仿佛回到了童年 充满了一个孩子的无助感 渴望能拉着谁的手向前走 但没有人向他伸出手来 他走上主席台 站在西恩寺的旁边 转身面向会场 面对着几百双 聚集在他身上的目光 投来着目光的那些人 代表着地球上 二百多个国家的六十亿人 以后的会议都有些什么内容 罗吉全然不知 他只知道在站了一会儿后 被人领着走下了主席台 同另外三位面壁者 一起坐在了第一排的中央 他在迷茫中 错过了宣布面壁计划 启动的历史性时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会议似乎结束了 人们开始起身散去 坐在罗吉左边的 三位面壁者也离开了 一个人 好像是坎特 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什么 然后也离去了 会场空了 只有秘书长 仍站在主席台上 他那娇小的身影 在江青的悬崖下 与他摇摇相对 罗吉博士 我想您有问题要问 萨伊那轻柔的女生 在空旷的会场里回荡 像来自天空般空灵 是不是弄错了 罗吉说 声音同样空灵 感觉不是他自己发出的 萨伊在主席台上 远远地笑笑 意思很明白 您认为这可能吗 为什么是我 罗吉又问 这需要您自己找出答案 萨伊回答 我只是个普通人 在这场危机面前 我们都是普通人 但都有自己的责任 没有人预先征求过我的意见 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萨伊又笑了笑 您的名字叫Logic 是的 那您就应该能想到 这种使命在被交付前 是不可能想要承担他的人 征求意见的 我拒绝 罗吉断然地说 并没有细想 萨伊上面那句话 可以这回答来得如此快 几乎与罗吉的话无缝连接 一时间反倒令他不知所措起来 他发呆了几秒钟后说 我放弃面壁者的身份 放弃被授予的所有权利 也不承担你们强加 给我的任何责任 可以简洁地回答 仍然紧接住罗吉的话 像蜻蜓点水般轻盈迅捷 令罗吉刚刚能够思考的大脑 又陷入一片空白 那我可以走了吗 罗吉只能问出这几个字 可以 罗吉博士 您可以做任何事情 罗吉转身走去 穿过一排排的空椅子 刚才异常轻松地 推掉面壁者的身份和责任 并没有令他感到 丝毫地解脱和安慰 现在充斥着他的意识的 只有一种荒诞的不真实感 这一切像一出 没有任何罗吉的 后现代戏剧 走到会场出口时 罗吉回头看看 萨伊仍站在主戏台上 看住他 他的身影在那面大悬崖下 显得很小很无助 看到他回头 他对他点头微笑 罗吉转身继续走去 在那个挂在会场出口处的 能显示地球自传的 富利叶丹麦旁 他遇到了史强和坎特 还有一群 深入黑袭中的安全保卫人员 他们用询问的目光看住他 但那目光中 更多的是罗吉 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敬畏和崇敬 即使之前 对他保持着 较为自然姿态的 史强和坎特 此时也毫无掩饰地 把这种表情显露出来 罗吉一言不发 从他们中间静止穿过 他走过空旷的前厅 这里和来时一样 只有黑衣警卫们 同样的 他没走过他们中的一个 那人就在布话机上 低声说一句 当罗吉来到会议中心的 大门口时 史强和坎特拦住了他 外面可能有危险 需要安全保卫吗 史强问 不需要 走开 罗吉两眼看住前方回答 好的 我们只能照你说的座 史强说着 和坎特让开了路 罗吉出了门 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 天仍黑住 但灯光很亮 把外面的一切都照得很清晰 特别连大的代表们 都已乘车离去 这时广场上悉数的人们 大多是游客和普通市民 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新闻 还没有发布 所以他们都不认识罗吉 他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面壁者罗吉 就这样梦游般地 走在荒诞的现实中 恍惚中丧失了 一切理智的思维能力 不知自己从哪里来 更不知要到哪里去 不知不觉间 他走到了草坪上 来到一尊雕塑前 无意中扫了一眼 他看到那时一个男人 正在用铁锤砸一柄剑 这是前苏联政府 送给联合国的礼物 名叫祝简为离 但在罗吉现在的印象中 铁锤 强壮的男人 和他下面被压弯的剑 形成了一个极其有力的构图 使得这个作品 充满着暴力的暗示 果然 罗吉的胸口 像被那个男人猛砸了一锤 巨大的冲击力 使他仰面倒地 甚至在身体接触草地之前 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但休克的时间并不长 他的意识 很快在剧痛和眩晕中 部分恢复了 他的眼前 全是刺眼的手电筒光 只得把眼睛闭上 后来光圈从他的跟前移开了 他模糊地看到了上方的一圈人脸 在眩晕和剧痛产生的黑雾中 他认出了其中一个是史强的脸 同时也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需要安全保护吗 我们只能照你说的做 罗吉无力地点点头 然后一切都是闪电般迅速 他感到自己被抬起 好像是放到了担架上 然后担架被抬起来 他的周围一直紧紧地围着一圈人 他感到自己是处于一个游人的身体 构成四壁的窄坑中 由于坑口上方能看到的只有黑色的夜空 他只能从围着他的人们腿部的动作上 判断自己是在被抬着走 很快 坑消失了 上方的夜空也消失了 带至已亮着灯的救护车顶板 罗吉感到自己的嘴里有血腥味 他一阵恶心翻身吐了出来 旁边的人很专业地 用一个塑胶袋接住他的呕吐物 吐出来的除了血 还有在飞机上吃进去的东西 吐过之后 有人把氧气面罩扣在他的脸上 呼吸顺畅后 他感觉舒服了一些 但胸部的疼痛依旧 他感觉胸前的衣服被撕开了 惊恐地想象住那里的伤口涌出的鲜血 但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没有进行包扎之类的处理 只是把毯子盖到他身上 时间不长 车停了 罗吉被从车里抬出来 向上看到夜空和医院走廊的顶部 依此一去 然后看到的是急救时的天花板 CT扫描器 那道发着红光的长缝 从他的上方缓缓移过 这期间 医生和护士的脸不时在上方出现 他们在检查和处理他的胸部时 弄得他很疼 最后 当他的上方是病房的天花板时 一切都安定下来 有一个肋骨断了 有轻微的内出血 但不严重 总之 你伤得不重 但因为内出血 你现在需要休息 一位戴眼镜的医生低头看住他说 这次 罗吉没有拒绝安眠药 在护士的帮助下 吃过药后 他很快睡住了 梦中 联合国会场主席台上面 那前倾的悬崖 一次次向他倒下来 住见围里的那个男人 抡住铁锤 一次次向他砸来 这两个场景交替出现 后来 他来到心灵最深处的 那片宁静的血缘上 走进了那间 古朴精致的小木屋 他创造的夏娃 从壁炉前站起身 那双美丽的眼睛 含泪看住他 罗吉在这时 醒来了一次 感觉自己的眼泪 也在流住 把枕头浸湿了一小片 病房里的光线 以为他调得很暗 他没有在他 醒住的时候出现 于是他又睡着了 想回到那间小木屋 但以后的睡眠无梦了 再次醒来时 罗吉知道 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 感到精力恢复了一些 虽然胸部的疼痛 时隐时现 但他在感觉上 已经确信 自己确实伤得不重 他努力想坐起来 那个金发碧眼的护士 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把枕头垫高 帮他半躺住 靠在上面 过了一会儿 史强走进了病房 在他的床前坐下 感觉怎么样 穿防弹衣中枪 我有过三次 应该没有太大的事 史强说 大使 你救了我的命 罗吉无力地说 史强摆了下手 出了这事 应该算是我们的失职吧 当时 我们没有采取 最有效的保卫措施 我们只能听你的 现在没事了 他们三个呢 罗吉问 大使马上就明白 他指的是谁 都很好 他们没有你这么轻率 一个人走到外面 是一头要杀我们吗 应该是吧 凶手已经被捕了 幸亏我们在你后面 布置了蛇眼 什么 一种很精密的雷达系统 能根据子弹的弹道 迅速确定射手的位置 那个凶手的身份 已经确定 是一头军事组织的 游击战专家 我们没想到 他居然敢在那样的 中心地带下手 所以他这次行动 几乎是自杀性质的 凶手